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DA的最新FGO从者指南 本次是2019年末的圣诞节到2020的白色情人节 大概四个月的时间 还包含了新年和情人节等等相关的从者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有哪些人吧 虽然已经有人过了 首先是圣诞男丁活动 这个已经结束的剑阿斯托尔夫 最早可以说是在real的官方漫画里面登场 然后才在游戏中实装 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实现了GD夫五星阿福的愿望 机体来说的话 算是剑职现阶段为二的BAAQQ配牌 NP回收能力算是普通 关键的Q卡只有3Hits不算太好用 不用期待他手打NP回来 靠技能和旁边的充电宝卡喜栽 一技的破阙宣言 算是最高水准的20%缓冲三回合 还有解弱体的效果 长期战中的性能效果比较明显 周回可能就拿来打第三波的BOSS 但还是得靠NP支援 二技引起恐慌的魔敌 上一个三回合的恐怖状态 由于有40%的几率判定三次 理论上成功率很高 但大家都知道 这种不稳定的控场在高难关卡里面反而必大于力 三次的回避基本上就是从LIDA版本的宝具拿过来用 追加个回合限制 还算不错 三技这个威风堂堂的凯旋 乍看之下 三回合CD5的攻击力暴击和极星提升好像很威 可是你再仔细看 只有红卡的极星提升 嗯 大 大哥 没记错的话 我记得您只有一张红卡对吧 虽然数字还算可以 但这个红卡极星真的是让人崩溃 嗯 很有阿福的感觉 宝具呢 侥幸的狙银网会掀上一个自身的Q卡BUFF 攻击后还会附带宝具封印状态 诶 换句话说 在敌人 呃 剩下一支的场合 如果能连发的话 稳定性很高 能连发的话 跟现任的单体五星剑 冲田比较 则是伤害面差不多 保命和防御面上 阿福呢 靠着三次的回避和debuff的恐怖 以及宝具封印好一些 机体性能呢 冲田则是大胜 在高难场合不考虑花式3T的话 可能是阿福小赢一点点啦 但 那你干嘛不用大冲田就好 整体的评价是两颗星 和超人熊同步PU的二支五星从者 神飞欧罗巴 全游戏第四位五星红卡全体赖打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范畴里面 大家分工还挺明显的 像是这个唯一有自冲 火力最弱的船长 增伤最高的征服王 技能破格的大象 那么 欧罗巴又会担任什么角色呢 色卡能力和hit数都是中规中矩 但因为技能的加成关系 会比想象中的再高一些些 一技的纯节攻处 三次无敌 乍看之下 就和玛丽皇后的十分相像 把每回合的补血 换成弱体耐性提升 我觉得算上位版本啦 因为毕竟原本那个 每回合600的回血实在太低了 只要对方没有解强化 就是很强的保命技能 二技的主神宠爱 红蓝双色魔放30% 三回合再加上自冲30%NP 让他这个火力和NP回收 都有效的提升 30NP也让欧罗巴 能够孔眉原地起爆开宝具 三技的主神白母牛 和九屯的一技 一模一样还多了降暴击 提升队伍的存活力 至于控场因为只有60%的几率 就不要太过期待了 宝具呢 青铜巨人的超重锤 先上一个红魔放 和50%的防御力提升 再给予攻击 换句话说 实际上欧罗巴宝具的buff 会有50%的红魔放 和20%的降防 火力比宝解之后的船长 还要来得高 值得注意的是 50%的加防 搭配其他的防御buff 是有机会用脸接对面的宝具 只可惜这个宝具的加防 不是给全队 所以队友还是会领便当 欧罗巴的性能 整体看起来 有点像更有输出能力的 玛丽皇后 泛用性能和技能都很全面 保命火力控场都有 扣除素材问题的话 属于很适合队伍不齐的玩家使用 什么场合都能上 但换个角度来说 就是也没有独特到 能够取代现有体系的优势 推荐指数是三颗星 接着是新年的 中国系从者 在这个五藏北斋小麻雀 日系三连发后 居然来了一个中国的人物 真的是想不到啊 身为第一位五星单体 蓝卡的外乡人 卡面依旧保留了 黑星红白老师的 佛琳达踏拳 超级可爱 双蓝卡的配牌 却有着单蓝卡的NP回收能力 虽然是为了抗衡现阶段 绿卡独大的一个方案吧 战斗的模组也很精致 随着灵机在灵 有完全不同的攻击方式 一技 三千宠爱在一身 相当强大的复合技能 果然 就像杨贵妃一样 宠爱在一身啊 相对来说 也要注意使用的时机 看你是要拿来当作保命技 产星打暴级 回NP用 或者搭配三技 来上个烧伤的状态 比较诟病的这个 对男性嘲讽 在后续的强化中会改掉 现阶段就可能要看敌人的性别啦 二技 倾国的宠鸡 类似泳装莉莉丝 吸NP的效果 但吸的是对面 变满的时候 每个敌人可以吸一格20% 最多三人60% 也是很强的复合控场效果 还带有降防 小缺点就是CD略长 以及没有办法开场就用 三技的妖心火轮 开启后 敌人如果打在杨贵妃的身上 会拿到一个降防和烧伤的debuff 自己则有加防的效果 主要是搭配一技 帮对方上个烧伤的状态 让宝具打得更痛 宝具的霓裳语衣 比翼连里 是一个烧伤的特攻宝具 在敌方没有弱体无效的时候 就相当于阿周娜的万物特攻水准 but 最大的问题在于宝具的烧伤状态 是打完才上 又或者是三技的debuff 也要敌人打了杨贵妃才有用 换句话说 就是除非靠队友帮忙 你开场第一发的宝具 是不会有特攻的效果 再加上直接关系 最早的郁郁评价并不高 但是又一个but 正所谓铁打的辅助流水的打手 随着游戏实装了 可以上燃烧的刻印 和无敌的工具人数傻 郁郁瞬间冲到了全游戏 最强单体打手之一 连发能力、火力、稳定性 都是一等一 唯一缺点大概还是 特攻没发动的话 威力稍嫌不足而已 说实这么说啦 由于各位的好朋友 大功在树上和未来的二次宝解之后 一样也是最上位的打手之一 扣着直接优势 还没有特攻的需求 也就是如果你有大功的话 郁郁的需求度就没那么高了啦 推荐指数是三颗星 情人节的青少纳言 既去年的紫事部后又是一位平安时代的诗人 不同于紫事部的内敛和文迹 青少纳言本身就是一个呱躁的代名词 从语音到宝具都充满了胡闹感 顺便补充一下 他的名字是 青少纳言 这样子哦 由于身在后CBA时代 绿卡全体宝具的他 注定拿不到多好的NP回收 简单来讲就是用他来周回 还不如继续用阿塔喵喵比较实际 另外呢青少纳言是第一次给了专属色卡的被动 单独行动和香炉风的血 能够拉高Q卡的集星和暴击威力 另外一圣之法 也让他的魅惑耐性提升100% 呃因为不是无效啦 还是有机会中奖 技能的话意外底还不错 歌仙的诗歌是超划算的领袖气质复合效果 全队攻击力提升还有10%的缓冲和毒血 所以呢KLV1拿来当炮灰 G2的缓板之关是次数型的爆伤和回避 应用上比较灵活 3G的星是昂星 FGO中那种标准看起来很猛 但不知道怎用的技能 三回合的绿魔放 充NP和给星 啊拆开来都很漂亮 放在一起就真的 对不对 你看如果开场就丢 有可能会浪费NP 后丢呢就会导致NP回收和伤害较差 至于给星 呃往往是在Wave3补刀用 所以就 如果周回上还是开场直接放就对了 宝具的正草子春树超 是罕见的三特攻效果 同时对人属中立的从者和隐从者特攻 双特攻时的火力和金赏 或者是拿破仑的特攻差不多 如果只对到一个的话 就和上次活动的龚南丁格尔在伯仲之间 三特攻呢当然就会更高 但实战来说可遇不可求就是了 另外要注意的是青少纳炎的特攻属于附加Buff型 而不是宝具的本身特攻 配合活动那种伤害加成李窗还是会被稀释的 结论来说周回又犯用必须得换人 没有比阿塔喵喵好用 纯论伤害也有一个免费的南丁可并肩 只能说真的是阿奇的这个直接猛人太多了 评价是两颗星 最后一位呢在2-5就登场了500 不是说奥德修斯 却一直到了白色情人节才时装起来给咱们抽 该说不愧是神话中的大军师等级啊 有着鬼神般的双蓝卡性能 是2A配牌里面的第四名 只输给司马懿、树尼鲁和大纳纳奇三个人而已 换句话说奥德修斯的NP回收绝对没有问题 费豆还依照故事给了一个传令神的江户 让他可以免疫咕咕宝具的猪化状态 一技智降的灵光一闪 非常公道的双色魔放三回合 有趣的是那个双嘲讽效果 有机会一次指定场上两个人下去 在花式的表演中偶有其笑 2技的一亿专心 30%NP自冲对于周回有很大的帮助 至于集星提升则因为他原本就是赖打影响不大 五回合的魅惑无效 在某些的高难关卡很好用 考量到CD甚至有机会无缝接轨 最后一招的神体结界 可以说是专克爱拆强化那几个小王八蛋专用的 自身的无敌加上强解耐性100% 妥妥的用脸接招 还附加防御力提升来提高后续的生存力 宝具的中烟的大木马 机器人就机器人嘛 你不要以为加上中烟两个字我就可以接受 不过很帅 30%的宝威提升外加先解除防御强化再攻击 除非对方是有框的buff 不然就等于有着类似无敌贯通和防御无视的效果 靠着技能被动和宝具的buff 奥德秀斯有着30%的栏模仿和30%的宝威提升 使得他火力来说是比小文西还要高的 就进入蓝卡的充量体系也没有问题 只是他的对手是小文西和小莫 前者能靠技能稳稳的回NP 后者则是宝具回收破表 而且这两个人都能拿来打狂之 奥德秀斯在双数傻不配NP礼装不换人 只能打Caster的敌人 应用的范围就比较窄了一些 结论来说奥德秀斯的坦度极高 一技能可以当作两个嘲讽礼装使用 宝具又能拆强化 整体偏向高难或者是花式的用途 周回没问题 只是他的竞争对手太鬼神了而已 推荐指数三颗星 好啦 本次的推荐指南就到这边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这阵子的营运有在试着推出一些比较新的复合技能 或是利用特攻啦这些来增加火力等等 大家可能会觉得DAA好像这次的评价都不是很高 那不是他们不够强 只是高难或是特殊关卡的数量实在不多 90%都在周回的游戏 这些从者确实没有办法太及时的提高游戏体验 那我觉得如果想抽当然还是没有问题的啦 感谢各位的观看 有什么想法都欢迎在下方留言 祝大家五星满满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